饭店大厨偷偷教给你的34道鱼的做法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一道 想吃烤鱼不要再去饭店了 自己在家做 干净卫生又好吃 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把草鱼从背部切开 在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油温稍高一些 把鱼皮朝下 下锅煎煎到表面金黄 用右手翻一面 煎到两面金黄 盛出备用 锅中水开 倒入自己喜欢的各种蔬菜 烫熟后捞出 装入盘底 再倒入煎好的鱼 锅中油热 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一包烤鱼料 它有蒜香和香辣藤椒三种口味 炒出酱香味后 放入一大碗清水 烧开以后 直接倒在鱼面 就可以边煮边吃了 这样做的香辣烤鱼 冬天吃真的太合适了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第二道 以后你要是想吃红烧鱼块 就和我这样做 简单好吃又下饭 适量的草鱼切成大大的小块 加盐胡椒粉 生抽一个鸡蛋 一勺淀粉 抓匀腌制十分钟 六成油温 下锅炸 保持这个油温 炸至表皮金黄 捞出备用 起锅下入菜 鱼块 蚝油鸡精 小火焖十分钟 撒上青红辣椒圈 大火收之即可 喜欢你就做起来吧 第三道 热链中的鲫鱼 在它身上划两刀 有伤口必须撒盐 酸笋切成薄薄的厚片子 油热下锅煎 煎至两面金黄 放姜蒜红黄泡椒酸笋 大火爆炒 生抽老抽陈醋扭一扭 加水加八粒鸡精和盐 加盖煮八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撒入胡椒粉即可出锅 第四道 你一定要记住了 很多人还是以为剁椒鱼头是蒸出来 那你可就搞错了 其实不用蒸的剁椒鱼头更好吃 八块一斤的鱼头从中间破开 有鱼骨的地方改十字花刀 鱼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 新鲜的鱼头其实是不需要腌制的 只需要和我这样 在清水里面放葱姜和少许的盐 再把鱼头放进去浸泡二十分钟 这样泡过淡盐水的鱼头 鱼肉更鲜美 锅中爆香葱姜蒜 再放煎好的豆腐 把鱼头整齐地铺在豆腐上面 放入剁椒酱 只需要加上一瓶啤酒 盖上锅盖 开大火炖十分钟 撒上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剁椒鱼头不仅肉嫩味美 汤汁还可以拌饭拌面 喜欢的赶紧去做吧 第五道 很多人在家煎鱼不是粘锅 那是你们没有掌握以下方法 锅中油热 撒点毛毛盐 再下入鱼块 这是不粘锅的关键 定型以后再轻轻晃动 再翻过来给两面煎至金黄 放葱姜蒜 放入香辣紫酥 开小火一起爆出香味 加清水没过鱼块 盖上盖子焖个五分钟 撒点青红小米辣 咕嘟几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紫酥鱼块 香辣又入味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六道 为什么饭店卖108一份的酸菜鱼 那么好吃 而你自己在家做 却做不出那种味道呢 今天我就把做法分享给你 片鱼片的时候 刀向下压 斜刀45度 一刀不要到底 再片一刀切断 这样会变成漂亮的蝴蝶片 这你要是还学不会 那你就把鱼剂给我片吧 片好的鱼片 加少许的盐 加入适量的清水 浸泡40分钟 让鱼片充分地吸饱水分 再用清水清洗至少两到三遍 这样的鱼片才会白晶 又没有腥味 捞出来控干水分 加盐葱姜水 一个鸡蛋清抓拌几下 让鱼片吸饱水分 再加少许葱姜水和生粉 给它抓匀上浆 再来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 加一小块猪油 放入鱼骨煎至三面金黄 煎过的鱼骨不仅能去除腥味 熬出来的汤也更加的浓白 加一把葱姜和野山椒 再放入切好的酸菜 给它翻炒几下 炒出香味 加入适量的开水 加盐鸡精 胡椒粉 白醋 大火煮至汤汁浓白 再次烧开后 刚下锅的时候不要去冻它 再用勺子推动两下 就可以出锅了 撒上辣椒断蒜末 一把葱花 36粒花椒 这小胃不就补兹补兹地上来了吗 这样做的酸菜鱼 鱼片饱满嫩滑 没有腥味 想吃的赶紧做起来吧 第七道 秋季正是孩子长个子的季节 班里十个女同学 就有八个要跟我家小孩谈朋友 首先五块一斤的花 给它两面打上花道 改成大块 锅中油热 鱼块下锅煎开 煎至十面金黄 放姜丝 一点点料酒去腥 汤色奶白的关键 盖上盖子 炖五分钟 准备裙带菜泡发 这是鱼汤也好了 再下两个鸡蛋调味 只要加点盐 撒上枸杞葱花鸡 可这样炖的裙带菜鱼汤 汤鲜味美 既能吃菜又能喝汤 快给你家孩子做起来吧 第八道 这东西在我们这里叫水鱼 我敢说这是水鱼最好吃的做法 要怎么做才又香又酥脆 煎好的水鱼 放葱姜 盐鸡精 你点赞的小手抓匀 腌制十分钟 手块九十四大包 这都是大厨按比例搭配好的 可非常酥脆 吃了就加水 干了就加粉 调成这种拉丝状 加勺食用油 再把淹好的水鱼 均匀地裹上面糊 吸成油温下锅炸开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即可 既能当菜又能当零食 第九道 马上就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 这道菜寓意着鱼月龙门 红红火火过大年 先斜刀四十五度刀 再翻转一百八十度 直接下刀切 千万不能把皮切断 切成我这样子就可以了 放入葱姜 这样不但能去腥 然后放盐 将鱼肉裹满鸡蛋液 成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摆入盘中 倒入糖醋汁 小火熬到浓稠 淋在鱼身上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鱼 酸酸甜甜的 小朋友特别爱吃 意识到 夏天正是小朋友长高的黄金器 每周我都会做几天鲫鱼 给家里四个儿子喝 营养关键 还不担心有鱼刺 由热下入鲫鱼 开小火慢煎 再给它捣碎 煎至金黄 放点葱姜料酒 去腥增腥 一定要往里加入200度的开水 这是汤浓奶白的关键 扣盖大火炖五分钟 这时候张大嘴巴看看 是不是非常的浓白 捞掉里面的尿渣 倒入切好的大号金针菇 豆腐青菜 放点白色的盐 鸡精白糖提鲜 大火孤独几下 撒点葱花枸杞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鲫鱼汤 汤浓不腥 还没有鱼刺 小孩特别爱喝 第十一道 水煮鱼大家都爱吃 但是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其实也没那么难 您只要看一遍就能学会 首先叫卖肉的老板 把鱼片片好 加葱姜水 取鲜 盐胡椒粉 半个鸡蛋清 一勺淀粉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就是鱼肉嫩滑的关键 起锅油热放姜蒜末 然后倒入一包水煮料 水开放入自己喜欢的素菜 煮熟后捞出 垫在碗中 再均匀地下入鱼片 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动它 等到定型后 再推动几下 放蒜末葱花 辣椒面花椒 白芝麻淋上热油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水煮鱼片 鲜嫩入味 喜欢你就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清蒸鱼要怎样做 才不腥又嫩滑多汁呢 其实做法很简单 首先扁鱼去头去尾 切成薄片 不要切断 水中加入葱姜 倒入料酒 一勺盐搅匀化开 放入鱼鱼浸泡五分钟 这样能很好地去除鱼腥味 还能使肉质吃上去更加的嫩滑 然后摆入盘中 再放入鱼头和鱼尾 放入两片生姜 放入蒸锅 上汽蒸八分钟 蒸好的汤汁 一定要倒掉 放上青红椒配色 来点葱花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倒入这个白灼汁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清蒸鱼 肉质鲜嫩 入口爽滑 特别好吃 你也去做起来吧 第十三道 捡来的草鱼 别再红烧了 做一道这样的鱼 连盘子都不会剩 草鱼切块 碗中加蒜末一袋食汁 用热油呛香 搅匀后 倒在鱼块上 护匀腌制15分钟 一定要水开了再上锅 上锅蒸7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就可以了 太香太美味了 第十四道 鱼吃腻了清蒸和红烧 那就试试这样做 非常简单 好吃又下饭 锅中油热 倒入鲫鱼 开小火慢慢地煎 煎至两面金黄 再放入葱姜蒜 和两三个干辣椒 放入黄焖酱 黄焖牛肉都非常的好吃 再来拌罐啤酒 去腥和适量的开水 倒入豆腐香菇 扣盖小火炖半个小时 有条件的可以放粉 继续炖十分钟即可 真的是太香了 第十五道 家里有小朋友的 一定要经常做这个番茄鱼 它不仅好吃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让老板切好的鱼片 放盐胡椒粉 葱姜水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用你喜欢的手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油热下入葱姜蒜 炒出它的香味 再下入番茄 给它炒出汤汁 倒入我家的自来水 加盐胡椒粉 一勺生抽 然后陆续地下入鱼片 等鱼片定行了 再轻轻地推动 随后即可出锅 放葱花 蒜泥 干辣椒 白芝麻 泼一勺热油 挖太香了 入口嫩滑 汤鲜味美 第十六道 请在孩子面前放下你的手机 为孩子做一道这样的糖醋鱼吧 酸酸甜甜可好吃了 首先准备一条被水淹死的鱼鱼 改花刀锅中油热 放少许盐 下入鲤鱼 煎至两面金黄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糖醋汁 倒入一碗清水 煮开后放入煎好的鱼 小火煮三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鱼酸甜始终 全家人都喜欢 第十七道 一到夏天 很多人就喜欢去外面吃酸汤鱼 其实自己在家做呢 一点也不难的 买鱼的时候 让老板切成鱼片 放点葱姜水 盐胡椒粉 蛋清生粉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锅内油热 下入葱姜蒜小 米辣炒出香味后 加水 倒入金汤酸料 汤底煮开后 下入鱼片 煮到鱼片变色 卷起来就可以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第十八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种鱼叫什么 在我们这里叫水鱼 学会我这个做 特别的鲜嫩爽滑好吃 三块一斤的水鱼切成块 葱姜水中 加一大勺盐搅拌 放进水鱼腌制十分钟 这一步能使鱼肉更加鲜嫩结果 水开上锅 大火蒸两百秒 时间太长 肉质都不鲜嫩 这个很新的 蒸鱼水一定要倒掉 放上葱花 焦热油激发香味 淋上白灼汁 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试试吧 第十九道 您做鱼汤啊 总是冻不白 其实只要掌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你也可以和饭店大厨一样 做出奶白的鱼汤来 今天我用鱼头给大家做个示范 我们要准备这种鱼的眼睛 水汪汪亮晶晶的 这样子的鱼才新鲜 在我的砧板上面 把它大卸八块 首先第一个关键 就是油温稍微高一点 下鱼间这样不会粘锅 然后放点盐入底位 放点姜丝去腥 一直开大火煎至两面金黄 第二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样才会使美拉德反应最大化 然后再下点嫩豆腐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保持大火 水开之后煮五到八分钟 大家可以张大嘴巴看一看啊 这个时候汤已经变得又浓又白了 这种生菜虾皮啊 含盖量很高 无论是做什么汤 每次都可以放一小勺搭配一下 碳一点也不咸 非常的鲜 调味我们只要放盐 撒点胡椒粉 撒上葱花和香菜即可 汤鲜味美又营养 赶紧做起来吧 第二十道 我告诉你啊 黄骨鱼还能这样做 年夜饭餐桌上做这样一道菜 全家大小都爱吃 尤其是我的四个儿子和他的妈妈们 首先再把河边捡的黄骨鱼 两面擀上花刀 方便入味 放料酒去腥 姜末蒜末 可以多一点洋葱 调味 倒入柿汁酱 最后放一勺花生油和一勺玉米 这样可以让这个酱汁吸附在鱼的表面 也可以让蒸出来的鱼颜色更加的明亮 再把黄骨鱼整齐地马入我家盘子中 然后再放进蒸锅 上汽后开大火蒸七分钟 最后再撒上辣椒和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柿汁蒸黄骨鱼 肉质鲜嫩也非常的入味 好吃又下饭 快过年了 赶快去做吧 第21道 我认为这是鲅鱼最好吃的烧法 鱼肉的鲜嫩 搭配的豆酱的咸香 学会了就是你的拿手菜 油热下两条适量的鲅鱼 煎至两面金黄 放上姜丝去腥增腥 再搭配上两小勺适量的开水 一点点白糖提鲜味 关盖焖煮三分钟 最后放上芹菜小米辣再焖一分钟 提升菜肴的整体香味 爱吃鱼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第22道 捡来的草鱼别再红烧了 做一道这样的鱼 连盘子都不会剩 草鱼切小块 碗中加蒜末一袋食汁 用热油呛香 倒在鱼身上 腌制十分钟 水开上气大火蒸八分钟 这样做的食汁蒸鱼奶 鱼肉细腻 齿香浓郁 特别好吃 第23道 勤快的妈妈 每个星期都会做三次 这个清蒸鱼给孩子吃 肉嫩刺爽 特别的营养美味 首先在我的背部赶上花刀 碗中放葱姜丝 一勺盐搅匀化开 放入鲈鱼浸泡十分钟 这样浸泡过的肉质 更加洁白紧实 在鲈鱼的表面刷一层油 这样能使鲈鱼的肉质 又嫩又白 水开上去蒸个八分钟 撒点三丝 用热油呛香 倒入白灼汁 你也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24道 这个鱼在你们那里叫什么 气垫版本的胶盐水缠 做法首先披下水缠两边的鱼肉 加少许盐护个底味 碗中倒入调制好的脆皮粉 筷子搅成酸奶状 再加少许食用油 照入水缠搅拌均匀 油温六成 用筷子一个一个地下锅 最后身高油温 炸至表皮金黄酥脆 即可捞出 这样做的脆皮水缠 全家人夸你是大厨 第25道 不要再去外面买超长保质漆 用面粉做的速冻鱼丸了 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条不要钱的鱼丸 去掉骨头 然后把皮拔掉 再去掉中间比较新的红肉部位 切成大一点 然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空干水分后放入绞肉机中 加盐胡椒粉 适量的冰块 葱姜水再放两块肥肉 可以增香 用绞肉机把它打到稀巴烂 稍微多搅一会 就可以把鱼翅全部打碎了 倒入一个盆中 用我的右手顺时针搅拌上进 一直搅到比较黏糊出浆的状态 然后用虎口挤出丸子 凉水下锅 丸子能够漂浮起来 你就成根了 能在凉水锅中漂浮起来的丸子 证明吃起来的口感就会特别的Q弹 您学会了吗 开中小活把鱼丸煮熟即可 这样做出来的鱼丸含鱼量特别高 吃起来还特别的Q弹 一点也不比外面差 第26道 吃鱼的方法有100种 您可千万别眨眼 一定要看好了 两块钱一斤的草鱼切块 放盐鸡精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和蚝油 再来一勺老干妈 腌制10分钟 砂锅内放一浆蒜子 洋葱丝 金针菇 豆皮千张 再来两滴食用油 把腌制好的鱼块放上去 再加半罐啤酒 加水没过鱼肉 盖上盖子 焖煮10分钟 出锅后撒点辣椒和葱花 第27道 天气这么热 鱼肉像我这么做好吃 还不上火 跟着我一起来学会吧 泡软的腐竹和鱼奶肉 分别切块 加少许盐胡椒粉 生抽一个蛋 抓拌均匀后 放一勺生粉 继续抓拌均匀 五成油温下鱼肉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锅留底油 放姜蒜 黄豆酱 生抽 炒出香味后 下腐竹 加我家不要钱的水 先把腐竹焖两分钟 然后再下入炸好的鱼块 盐一丢丢老抽上色 蚝油再开中小火 焖煮五分钟 淋入水淀粉勾芡 大火收汁 最后放几根葱 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 又嫩又滑 配上腐竹 还更加的入味 你学会了吗 第28道 先把鱼骨鱼肉分离 鱼片中加盐 胡椒粉 蛋清 料酒 用我手抓拌均匀 生粉再一次抓拌均匀 最后挤一点柠檬汁 锅中烧菜籽油 下鱼片煎至两面金黄 放姜末 放辣椒酱 爆出香味后 加开水 放入老板娘爱吃的蔬菜 盐白糖 鸡精调味 再放两片柠檬白醋 煮熟之后 全部装入碗内 接下来重新烧水 下入鱼片炸熟 就捞出装盘 记得把老板娘叫过来一起吃 学会了你就 第二十九道 在饭店工作了三十年的大厨 告诉你 炸带鱼多加这一步 炸出来各个酥脆 放凉了也不回软 处理干净的带鱼剁小块 两面改花刀 放葱姜花椒盐 五香粉料酒抓匀 腌制十分钟 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这个粉是酥脆的关键 打入一个鸡蛋 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成酸奶状 再放食用油搅拌均匀 倒入腌好的带鱼中 成油纹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这么简单的做法 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学会 第三十道 这边一根刺都没有的螺非鱼排 准备螺非鱼排 锅中油热 放入鱼排 煎至两面金黄熟透即可 外皮酥脆 早中晚夜宵都可以吃这个 而且它真的是没有刺的 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吃 第三十一道 我告诉你啊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 这道清蒸如鱼 寓意粘粘有余 首先将处理好的鱼鱼 顺着鱼的脊梁骨两侧各划一刀 鱼尾巴这个地方也要切开 方便入味 这样做鱼鱼就可以站起来了 清水中放葱姜料酒 用我性感的小手 抓出葱姜汁 然后放入鱼鱼浸泡十分钟 这样既可以去除腥味 还能让鱼肉更加紧实 再切点蒸鱼三四 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放入清水中 盘底铺上姜片 放上鱼鱼 再将鱼皮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蒸出来更加漂亮 再放上葱段姜丝 水开上去 大火蒸八分钟 倒掉蒸鱼的汤汁 淋上一勺蒸鱼饰油 再放上切好的三丝 用热油炝香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做起来吧 第32道 很多人都觉得草鱼不好吃 那是因为你的做法不对 下次就和我一样做个紫苏焖草鱼 香辣下饭 首先把草鱼间隔一米 盖上花刀 然后放葱姜 一勺料酒 用我的手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出鱼腥味 锅中油热 撒少许盐 这样煎鱼才不会粘锅 刚下锅的鱼不要着急去炖 它先煎制定型 再煎制金黄 然后放姜蒜 放入紫苏酱 再放啤酒去腥增香 喝一碗热水 扣盖小火煮八分钟 接着放青红辣椒煮至断生 最后撒上葱花即可 做这道紫苏焖草鱼 记得多煮点米饭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三十三道 以后吃不完的鱼不要丢了 像我这样少 做法非常简单 特别是鱼汤泡饭 老好吃了 首先把新鲜的草鱼洗净 盖上花刀 加盐和料酒 腌制十分钟 想要煎鱼不粘锅 一定要热锅冷油 再下入鱼块 小火煎制八面金黄 放姜蒜小米辣 煎香之后 再加入一勺啤酒 和一碗清水调味 放一勺生抽和老抽 再加一勺盐和十三香 小火煮十分钟 再放青椒和大蒜叶 这样做的鱼简单又好吃 喜欢您就做起来吧 第三十四道 如果你家孩子 不爱吃你做的饭 那你一定要试试这 肉嫩刺少的清蒸多煲 做法多煲鱼改上十字花刀 方便成熟 水中加一勺盐 适量姜葱 搅拌均匀 调成葱姜水 放进多煲鱼 腌制十分钟 这一步不仅能去心 还能使肉质更加鲜嫩 水开上锅 大火蒸六分钟 小葱段放上红椒片和大蒜片 这样就能简单地切出漂亮的葱丝了 这个小技巧 您可要点个赞 收藏 蒸好的鱼 放上三丝 浇上一勺热油 激发香味 再淋上一勺白灼汁 这样做的清蒸鱼 鲜嫩入味 赶紧给家人 做起来吧